黃福的屍體就反覆驗過了 才以刀殺, 再以火燒 為甚麼還要驗呢 我們只是驗外面 裡面還沒驗嘛 裡面? 是呀, 好像是老虎那樣 我劏開他才知道 他的五臟六虎全部都破壞了 說不定劏開黃虎會有新發現的 你不是打算劏屍吧 是呀, 甚麼呀, 師父 你怕著對死者不敬嗎 我就這麼想, 我就想著全心全意 幫死者找出殺她的兇手 絕對沒有冒犯之意 我想死者不會怪我吧 那倒是, 運生無愧 確實是不需要掛你的 是呀, 最多沒有怪莫怪吧 你真是很氣善 師父從來不可能說剃一條絲麗鹽 說起來, 真是真噁心 還有, 師父 一會兒怎麼亂了 你別指望我, 我的針紙不太好 不用怕, 這些粗糙的事讓我來 你也算是青春以南勝於南 師父真要跟你多多學習 師父, 你贊我嗎?不要, 我驕傲 我如果因為這樣可以破案 驕傲一次又何妨? 你別說, 這樣也是 師父, 你看 黃福的胃好像有些東西一樣 是酒質, 你猜這個能不能幫到破案? 江智陽和精良會役所做的事都一模一樣 是嗎? 當然是你們倆偷懶, 隨便抄幾句就交叉 你們兩個人真是離譜 不是呀, 大人 我們真是全天跟著江智陽 另外一對手足是看著精良 我們幾乎連茅廁也不敢去 真的, 大人 我眼睛也不敢斬 餓的時候, 找乾娘來衝擊 我真是... 我說一下, 大家也不用這麼認真 其實江智陽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沒理由每天都這麼有規律 他一定是故意的 我想他已經知道我們開始跟蹤他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謹慎行事 就算他們兩個怎麼小心也好 總會有露出馬腳的時候 就交給我 江智陽每朝神時就開店 盆莫廷的生意都不錯 他兩夫妻很少離開店 菜呀肉呀都有人送來 一到下午 江智陽就會吃碗麵充肌 精良就沒一定的 他通常在紳士就會離開盆莫廷 送幾碗麵去過幾條街的大利銀行 精良就留在店裡 來的都是熟客老街坊 送完年之後呢 他習慣了去試駕買兩串冰塘葫蘆 一串就給自己吃 一串就給小朋友豬仔 冰塘葫蘆 聶寶快, 請你吃冰塘葫蘆吧 今天豬仔沒來的 謝謝 我一定會將你承之於法 好, 老王 叫下你, 用不著這麼兇 被江智陽激到一把火 行…我有辦法正式你的火 不過你要跟我合作 好, 搞定了, 身水身汗 我先去洗澡吧 江智陽 甚麼事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好像有甚麼不妥的 沒有, 生氣還不錯 詩先生做了我們的熟客 又沒有人敢來吵吵吵吵吵吵 不, 我總覺得好像有人在監視我們 我又不覺得 你還記不記得那天詩先生問我 小經來買酒的事嗎 誰都來得搏莫亭買酒的 精良, 你太敏感了 不是啦,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人家發現我們以前犯的錯 你不是說過不再提的嗎 是 我的確很希望以後都可以過這麼平靜的生活 不用再亡命天涯 天天可以吃一口阿羅茶飯 晚上可以睡得著覺 最重要的, 可以跟你施首終身 還有四男三女, 百子千孫 你放心吧, 我們已經洗手不幹 但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底細 在其他人眼中 我們只不過有對幸福的小夫妻 這種感覺 當我們白頭到老都不會改變 是不是真的, 子楊 真是有方法可以找到江前的犯罪 大人, 這件事一定要你幫忙才行 而且還要很秘密地進行 千萬不要張揚, 大人 那應該怎麼做 我們要盡快找到法下, 鋼香, 蓮橋和半豐河 這幾種罕有而珍貴的藥材 就這樣找幾種藥材就可以了 沒錯 那宋慈呢, 偶爾也有些奇招 那快點發生人去找吧 既然是這樣的 我想我們不需要再跟蹤江智陽 一來可以調動多點人手去找藥材 二來, 避免逼得他太近 如果我們找到證據的時候 他一定走不出我們的手指了 那也有道理 按你們的方法去做 禎娘 智陽, 為甚麼那裡有這麼多人 沒有, 藍家怨紅緝立綁匪而已 藍家? 那不是官府嗎? 不知道, 禎娘 不如我們就拿了一筆賞金 以後就不用你捱吧 不要, 你千萬不要亂來 你有甚麼本事?你又不懂武功? 快走吧, 很多事要做 最近有沒有人向你們收購 韓香和半豐河的藥材? 有, 可惜我們背後很少賣這一種藥 聽說他們用三倍價錢 希望早點跟外面訂回來 知不知道誰買的? 不知道 我就收到消息了 誰? 聽說是官府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刻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呀!